为什么要保护牙刹燕,其实它不是保护物猪。 我先给你讲个故事。 在马来西亚,果福因为坎伐斯尼亚,没有了栖息地。 果福就到猪圈上去休息。 它在分辨唾液,带着它身上的病毒就落到猪身上。 而猪呢,就传播到人身上,带来一场传染病,非常严重的传染病。 而牙刹燕呢,牙刹燕和果福的命运非常相似。 我们大量的河道整治,硬化了河道的低岸,使得牙刹燕无栖身之地。 在前几年,在河南,牙刹燕被迫在新的工地的沙坑里头临时安家。 多次发生施工与牙刹燕与保护者的矛盾。 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 为什么? 就是因为牙刹燕在自然界中的栖息地消失了。 那么,还有人问我,说小燕子中国人也不吃,怎么现在也越来越少了呢? 为什么? 因为他们的栖息地丧失了。 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他们的食物丧失了。 大家都知道,小燕子是吃小虫子的。 但是现在呢,我们农业普遍的扩张导致呢,到处是农田。 而农田呢,就有农人呢,去打农药来控制病虫汗。 那么,小燕子没有了病虫,没有了虫子。 小燕子没有食品。 他们,虽然牙刹燕今天还没有列到冰卫物主之中。 不是因为它不珍贵,也不是它不冰卫。 是我们的冰卫物路没有更新而已。 牙刹燕,它的栖息地在丧失,它的食品在丧失。 如果我们不保护,它迟早有一天会变成冰卫物主。 如果我们不保护,挤占了它的栖息地之后, 它无处为生的情况下,果服在马来西亚引起的传染病。 我们就不能说不会在这里再发生。 我们的错误的生产生活方式, 没有改变牙刹燕仅有的宝贵的栖息地。 我们一定要保护。 我们保护的不只是牙刹燕。 不只是牙刹燕的栖息地,是我们的生态环境。 如果牙刹燕在那里栖息了,它就能够有效地控制它这个区域虫子的数量。 蝗灾我们知道,虫害我们知道。 大家虫灾虫害多了,就要拼命地打农药。 最后农药残留,农药的灾害我们也都知道了。 我们要保护牙刹燕。 因为我们要保护野生动物。 我们要保护它们气。 我们也要保护我们人类自己。 我们现在的保护是两个战线的。 保护它们,就像这次疫情给我们的教育。 是保护我们人类的健康。 是我们少吃农药。 是我们少得动物园的传染病。 是我们生态的防治我们的周边环境的健康。 牙刹燕就可以保证我们附近蚊子少一些。 就可以减少蚊子系统的传染剂。 同时呢,也是保护我们人类的气息地。 任何一个野生物种。 我们现在都应该重新的、客观的、认真的去思考。 我们应该保护的是生物多样性。 大家珍惜兵归物种保护这个观念。 我们说它还是一个工业文明的观念。 这是今天我们要开展的、开始的生态文明。 生态文明思想教育我们。 生态环境是低性的。 生态环境。 绿水清深就是经济,就是金山迎山。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,我们绝不能因为要搞生态旅游, 要搞核道整治,就破坏了它们的气息地。 我们比核道,用我们工业文明观点看起来的美观整齐更重要的。 是野生动物的气息地。 是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。 这是生态文明的要求。 我们要保护。 让我们一起来保护杨杀验吧。 到今 location了。 我先开到这里。 一手的料理。 我先开到我们下一个案子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